男子的褲子被烧破 头发烧焦 手脚也破皮了 皮肤成了两层颜色 他全身32%烧烫伤 因为热心要帮忙灭火 一团火球向他袭来 受伤的是53岁的张姓男子 清晨6点多 路过苗栗市自制路 看到保全查看火灾 屋内有火燃烧 热心要帮忙破门受伤 消防队赶来灭火 火势很快扑灭 还好并会延烧到楼上或者是左邻右舍 原来店内起火 6点20分左右警报器响起 两名保全赶来查看 看到屋内有火在烧 如果民众热心要帮忙打破玻璃门 火势从屋内爆出来 火球袭来把人灼伤 店家接到消息赶紧来到现场 我们是做甜点 甜点的 昨天下午的时段离开的 还好指导是有响 老陈又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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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点店位在国民党苗栗县党部前面 地点敏感一度引发紧张 还好火势很快扑灭 没有延烧 店家说 昨天下午打烊之后就没再开门 屋内有冰箱烤箱等器具 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TBS新闻 谢古金吴 书评 哪里报导